好 记得大家画的时候呢 比一定要削尖 好 这块OK 看一下整个 刚才我们说的 深色OK 深色 然后呢这块呢 我们也可以稍微画一下 好 这块很不错 看到了没有 好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OK 大家刚开始 不用画那么细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OK 能把这种意思画出来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只能把这个意思画出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画那么特别的细致 OK 然后这块画完之后呢 还是老样子 用白线勾一下 好 这块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平时画的时候呢 OK 整个这块 这种效果呢 会画的比较多一点 平时啊 我们画图 不会画那么细 但是呢 有一些宝石 特别名贵 特别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 体现一下 它的名贵感 或者是它的整个高级感 我们就要画出这个效果 OK 看一下 好 我们开始勾线 和刚才一样 好 我们开始勾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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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看一下 画完之后呢 要行笔 我先调整一下 好 然后呢 接着画墙 好 这个画的时候呢 你从外面开始往里画 还是先把里边画了 然后往外画都是可以的 个人习惯问题 OK 老师喜欢从外面 然后开始往里一层次画 OK 所以呢 就是会先把外面一层画完 然后画完之后呢 OK 再往里边画 老师 我想要 我的习惯是从中间开始画 我就这样好把握 OK 那你就可以中间开始画 这个没有太多的关系 这个没有太多的关系 好 画完之后呢 顺便OK把这块亮色的地方呢 给它涂上 我上我的白色 好 看一下 这块颜色涂得很匀 很不错 好 然后呢 我们还要再去写一次笔 对 好 然后这个笔是干什么的 OK 这笔整个要把外框 这块呢慢慢画 好 看一下整个 OK 蓝宝石 OK 整个外框画起来 好 看到没有 画完之后呢 我们还差一点 就是从中间开始 对走起 比如说我这画一个宽的 然后呢 旁边再画一个 OK 浅的 OK 两笔就够了 看到没有 不需要太多 两笔就够了 不需要太多 好 看一下 好 整个这块完了之后呢 我再写一次笔 好 然后呢 我需要用纯白色在最亮的地方 我再要强调一下 对是的 我在最亮的地方要再强调一下 好的 好 这块呢 刚才我画的时候有点被影响了一下 好 那我就再补一下 好 这块 好 等它干 然后呢 我们还是轻轻的画一下我们的 轻轻的画 画一点点就够了 不用画太多 好 大家看一下 轻轻的画 好 这块画完之后呢 我可能会用蓝色 好 在这个影响下面呢 稍微再加一点点 OK 这样会有一个 蓝宝石有蓝色影响的效果 好 不用画太多 一点点就够了 OK 看到了吗 好 等它确认干了之后 好 我们就用蓝色 对 我这次呢 用浅蓝色 然后轻轻的在我们的白色线条上面 大家记者一定要轻轻不要使劲 好 在这里画一下 画一下 好 然后这颗面呢 也是从中间的深色开始 往外面越来越浅 OK 加点过度 好 看到没有 好 整个这样 一个蓝色的宝石呢 就画完了 OK 整个红色和蓝色比 OK 蓝色呢 要稍微深一点点 好 看到没有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画宝石刻面 OK 基本上大致是这样的 如果你画到熟练之后呢 里边可以画更多的变化 明白了吗 好 我们下面接着画起